女子街头卖奶救女 现场未来十元一分钟 1月25日开始 一则关于深圳街头 先因女子蒙面卖奶救女的帖子 在网络上热传 24日在深圳光明兴趣 玉绿村街头 一对夫妇跪在路边 女子怀里抱着的是一名婴儿 正在喂奶 脸上蒙着一条粉色的沙尖 据照片显示 晚上写着卖奶救女 十元一分钟 大家好 我今年24岁 身体健康 生下少多胎女儿 现急需前 救治另外一名重病女儿 可以提供现场喂奶 男女老少鹰都可 谢谢您的支持 地上还放着一本精准扶贫救助证 孩子的照片以及诊断书 记者了解 网铁中的图片的女子姓唐 今年24岁 广西人 一月前 在深圳保安区人民院 生下了一对少胞胎女儿 其中一个女儿 目前还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治疗 医院诊断 患有几种不同程度的疾病 女子的老公是四川人 今年31岁 2002年来深圳打工 一直在厂里做苦工 12月16日 保安人民院官方微博 详细介绍了唐女士女儿的病情 该微博称 唐女士的女儿 于2017年 12月17日 胎龄36 一周出生30分钟 犯B体重 进入新生儿科 接受治疗 入院后 孩子反复发热 经检查 感染指数高 脑脊液为典型化 脑表现 血员培养阳性 目前主要诊断为新生儿 农毒血症休克 新生儿患农性脑膜炎 入院以来 医院新生儿科 一直在积极抢用 胃因 欠肺 拖延治疗 并协助患儿家长 进行了保安区 微重患儿 专项救治基金的申请 现患儿的神秘体证 已经平稳 这些人是个好处的 适合 疗 都不 nog 从前进行 过来 进行 零 进行 进行 感谢观看